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寺庙为100多只索尼爱宝电子狗举行了超度仪式 听称将捐献电子狗的器官作与拯救更多的电子宠物 愿电子天堂里没有生锈老化的烦恼 阿弥陀佛 近日某日本宅男前往位于太平洋的 瓦努恶徒共和国爱罗蒙阿岛上 向当地村民步道爱罗蒙阿老师 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村民们都很高兴的样子 近日日本大阪环球影城内因过山车故障 六十四名乘客到拐宫中两小时 真声里有道玄之机 Netflix版西游记《新猴王传说》第一季 近日开播 唐僧沙僧纷纷幸转 一起来欣赏一下 然后三个小时 我会招待你 我的指头 本期的头条是 英国文化大臣及多家媒体认为 堡垒之夜是引诱儿童犯罪的温床 毒害未成年人的心灵 堡垒之夜是一款卡通风格的射击游戏 经期因为开放了大逃杀模式 火遍全球 这一眼流还是让人想起了 国内各种批判游戏 对玩家使用练刑的实力 我想起之前看了一个段子 哪个 需要记者采访罪犯的那一段 来 我们表演一下 那个 我也记者 我被你抢先了 来吧 今天是电视台节目专访青少年罪犯的日子 同学你好 请问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 是不是很激动 我很后悔 有想过为什么会去犯罪吗 因为是冲动吧 太冲动了 还有别的什么原因吧 那时我很缺钱 因为 还有别的原因吧 我从小没有父母 导致我有同意义 您再想想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吧 来一次 他说一直骂我 同学也不喜欢我 害羞吧 还有别的原因吧 我找不到工作 没有说过来源 他们都歧视我 过得很容易 还有别的原因吧 我只能在网吧玩吃鸡堆 好爱好爱 品学间又好学生玩了吃鸡变罪犯 据称百分之六十的罪犯都玩过吃鸡 啊 AI听了想打人 百分之百的罪犯还看过枪战片吗 好了 带子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get到意思呢 一个人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非常复杂 沉迷游戏更多的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逃避 是结果而非原因 希望家长们更多的关爱孩子们在成长中遇到的困难 使用正确的方式 积极教育 释放爱和温暖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否则能因为玩游戏变的暴力 自然也能因为看书看电影变的暴力 既然会沉迷游戏 那自然也会沉迷打牌蹦迪坦麻将 禁止玩游戏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成长的问题一定是在游戏之外 好了 今天的人类观察就到这里 再见 你怎么会带孩子这么熟练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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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